大家好,我們是福隆汽車 今天帶你來看這台2014年Run 4 再來是E Highlight的版本 然後Toyota都有做一個LED的四個日行燈 它的流線感非常的漂亮 它的側邊做一個流線感一直到尾都是做立體的,很美 然後也有後照性的方向燈 對,我們來到後車廂 我們的車都是原版件 有做美容,所以車都很光滑,很亮 然後它的後車廂按鍵在這邊 這樣就可以打開了 它的空間很大 它後座是可以打平的 這個對有露營的車友們來說 是很適合睡側上的 我們來到後座 它的椅子是一手斑 一手斑就可以直躺平的 這樣就很好睡覺了 然後推起來只要一扣 如果你還要再調整後面 直接推就可以了 它的空間很大 連我這個 174公分的小胖子都還有大空間 有沒有,腳放得很舒服 我們來到駕駛座 它的公里數目前顯示的是 10萬4千多 這是正跑的公里數 絕對沒問題 然後它的方向盤 有一個大小聲的按鍵 跟轉換 這邊是靜音 它這邊還有一個定速 對,這裡是定速功能 這邊就是iKey的按鍵 然後這螢幕是原廠的 多功能都在這裡 它是雙橫溫 左右獨立的 對,然後來到下面 它這邊有一個前車雷達 按下去就會有前車雷達 然後USB 在這邊 它有配置一個原廠的行車紀錄儀 我們來到引擎室這部分 它是四缸的 然後 車子很漂亮 都沒有什麼灰塵 也沒有土 這台是2000cc的 然後它的板件都是原板件 它的原廠條碼都在這邊 然後這裡也有做一個 排氣的自製資料 介紹就到這邊 這台是14年的RIV4 如果有喜歡 歡迎來福隆 找我蘇宏 找我蘇宏 買車或是訂車 如果有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 請幫我按讚分享喔 實在就是SUM 大家好 我們是福隆汽車 今天帶你來看這台 2014年RIV4 這台是E Highlight的版本 然後 Toyota都有做一個LED的 四個日行燈 它的流線感非常漂亮 它的側邊做一個流線感 一直到尾都是做立體的 很美 對 然後也有 後照性的 方向燈 對 我們來到後車廂 我們的車都是原板件 所以 也有做美容 所以車 都很光滑很亮 然後它的後車廂 按鍵在這邊 這樣就可以打開了 它的空間 很大 它也 後座是可以打平的 這個 對 有露營的 車友們來說 是很 很適合睡車上的 我們來到後座 它的椅子是 一手斑 一手斑就可以直躺平的 這樣就很好睡覺了 然後 推起來只要一扣 如果 如果你還要再調整後面 直接推 就可以了 它的空間很大 連我這個 174公分的小胖子 都會還有大空間 有沒有 腳放得很舒服 我們來到駕駛座 它的公里數目前顯示的是 十萬四千多 這是正跑的公里數 絕對沒問題 然後它的方向盤 有一個 大小聲的按鍵 跟轉換 這邊是靜音 它這邊還有一個定速 對 這也是定速功能 這邊 就是IKEY的按鍵 然後這螢幕是原廠的 多功能都在這裡 它是雙橫溫 左右獨立的 對 然後來到下面 它這邊有一個前車雷達 按下去就會有前車雷達 然後USB 在這邊 它還有配置一個原廠的行車記錄儀 我們來到引擎室這部分 它是四缸的 然後 車子很很漂亮 都沒有什麼灰塵 也沒有土啊 這台是兩千CC的 然後它的板件都是原板件 它的原廠條碼都在這邊 然後這裡也有做一個 排氣的自製資料 然後這裡 介紹就到這邊 這台是一四年的 RIV4 如果有喜歡 歡迎來福隆 找我書宏 找我書宏 買車或是訂車 如果有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 請幫我按讚分享喔 實在就是 SUM